可是呢看到一个新闻非常离谱的是 南投县长许淑华 他就喊话说要民进党的立委蔡培会来帮忙协调 那我们现在透过视讯连线 我们连线给蔡培会委员 来 培会委员你在线上了 跟你请教一个部分 嗨 跟你请教一个部分 我是培会 是 很特别的是 那既然执政的是国民党的许淑华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协调部分 他不找马文君去帮忙协调 说要喊话说 蔡培会你来打三天 来解决南投的垃圾问题呢 我首先要感谢许淑华对蔡培会的肯定 显然我这一阵子协助南投县政府 外运5万吨 然后打包6万吨 这个绩效是许縣长看到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要外运 当然要其他县市的帮忙 那这个帮忙不是说你要去運气 就会给你处理 那一定要把环境部的一些资源 也让这些来帮忙的县市可以取得 所以我是说 如果要请我来到三天 我很怨疑 但是就要拜托管长 也跟马文君委员说 我们就做回来请环境部 跟我们临近的 这些不管是台中也好 彰化 嘉义 甚至高雄我们都一起来谈 而不是点名说 蔡培会你去找卖卖 找陈其卖 我觉得这样子太单一了 因为事实上 我们最临近的台中 过去在林家隆时代 也帮我们处理了不少的垃圾 所以我是很愿意来协助 然后我们就是开大门走大路 好好的来规划 那我有疑问 因为你的选区是二选区 对 那马文君是一选区嘛 对 那一选区的垃圾的问题 现在是什么人在打三天处理 基本上呢 我协助的外运五万吨 跟打包六千 六万吨 这个全部都是整个南投县的 到底这本首是处理 在COVID-19第一选区 暴力超顿 还是处理在第二选区 南投第三 这个的权利是在县长的手上 照说 全台湾各地 我们的垃圾清洁费 像台北我们的那个垃圾袋 是市政府在收的 像我们南投虽然没有垃圾袋 可是它的清洁费 是随着水费 由南投县政府在收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 南投县政府长期不作为 或者是说在垃圾问题上 没有积极的短中长期的计划 所以你知道吗 我住南投 我有时候想想的很近 因为南投是目前 都还没有长期自主处理的地方 来 我又请教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要求 我们看一下地图会比较清楚 那说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要到三天对吗 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执政县市 其实从这个2022后萎缩很多 那你整个通盘看过去 南投的隔壁 而且我们常常在讲 中张头不是一个 算是一个生活圈吗 台中不是国民党的吗 彰化不是国民党的吗 包括你说云林也是国民党的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远到说 什么要叫卖卖 他说什么台当 说民进党的委员 议员不同意 说那个宜兰也有民进党的议员不同意 那台中彰化 云林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呢 我觉得 我不懂为什么要特别特别点名 民进党的议员不同意 其实事实上是民进党的立委 在替南投县政府解决问题 我再一次的强调 从我补选上任就外运五万吨 然后打包六万吨 那这个都是有具体的公文 具体的内容的 反倒是我隔壁的马文君 他也就无作为 那我觉得许淑华不用 县长不用太快的去点名谁 而是要把你宁静的效益 效益最大的是台中市 但是台中市目前有没有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然后反而是彰化线 还比较愿意来帮忙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应该要具体的 我说担败的嘛 你本身这么多 你要外运 你算到高等 那温度就比较高 那如果台中是不是比较近 但是我觉得 不是只有台中 还是高雄 还是中华 还是家里 是每一个地方 只要他还有余裕 就是他还有量 我们就要来去拜托嘛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是要积极来做 改革本所的问题 是一个长期 短中长期 都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规划 不是只有话说 叫某人来做就好了 好我们谢谢 陪会委员接受我们视讯连线 其实真的陪会委员说的 没比较就没胸开 一比较下去之后 马文君请教你在做什么 你真的就是只是 在那个浅建国造上面 然后把资料送给韩国吗 对不对 然后刚刚其实陪会委员 有讲到一个部分 是讲到林佳龙当市长的时代 冠廷那时候是新闻局长 那林佳龙当市长的时代 是不是有岛山岛岛岛岛 我先讲 我觉得因为蔡培会 这半年才半年的时间 定长要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让他的对手 尤浩我觉得选到 有点失心疯了 大家听清楚 尤浩跟许淑花 现场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林明珍在会十几年 许淑花从议员市长立委 到现场在会21年 他们无法解决垃圾问题 现在要推给只当半年的 立法委员蔡培会 肯定蔡培会的政绩 赞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从林明珍到许淑花 他们的策略就是一贯的怪民进党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今年年初在选举的时候 林明珍说 那个南投的垃圾危机都林嘉隆害的 可是当时被打脸 2020年决定台中完全不收南投 垃圾的人是谁 台中市长卢秀燕 公布了这个数字之后 有人出来挥 没有林嘉隆时期 收的也很少 结果我们就把数字调出来 林嘉隆当市长四年 替南投收了五万七千吨的垃圾 卢秀燕当四年的市长 只替南投处理三千吨垃圾 五万三七千吨跟三千吨 这处一下是几倍 N倍 所以2020年 真正的原因就是 台中完全不替南投收垃圾之后 是近年来南投垃圾 永远处理不完的原因 结果是什么 林明珍在卢秀燕最引以为傲的 七线市治理平台 环保局到现场提案 提案说 你们台中要帮我们收垃圾 台中直接打枪不要 所以不是什么民进党 不好意思 2018我们就选输了 2018卢秀燕就当市长了 搞了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你们要当市长 不帮南投收垃圾之后 结果现在怪民进党 再来最后一个我要讲 太培慧 为什么现在许淑花都没办法处理 都要请她处理 因为太培慧真的很厉害啊 大家看一下 太培慧 争取了六千万要做什么事情 帮忙处理很多 垃圾要往外面移 打包外送的清洁费 这个是五月份的时候 他先协调各个乡镇的垃圾厂 然后民间跟竹山争取七千五百万 到了八月的时候 又争取了这六千万 有人说 蔡美威你这样争取有没有拿到 给大家看这个公文 环保署的公文 六千一百四十九万 在八月十八号 办理五点五万公顿的垃圾机械 分选压缩跟打包作业 结论就是 许淑花没有做的事 许淑花当立委没干的事 现在蔡美威都做到了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许淑花跟尤浩演双簧 议会直询 都是民进党还党 不好意思 刚刚桂洋拿那张 我看了就很难过 2022我们选的不好了 民进党没剩几个县市 22个县市 现在国民党有15 154个啦 比起来真的要处理 是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处理 而我讲实话 你今天舍尽求远 跑去找高雄 这逻辑上是不对的 以前在台中 七线是治理平台 各个县市互相协调 你缺电 我缺垃圾 你缺水 大家互相帮忙 现在卢秀燕 不要青丝子 在那边搞蓝白盒 替蔡碧如助选 你真的该做的事情是 七线是治理平台 旁边的南投垃圾问题 怎么解决 台中市长有义务要把他担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